这样的古寺你去过吗 或者是去了几座 千年古寺我们已经去到很多了 但在寺庙里面真正的古的殿雨 像从清朝明朝或者是更久时期 保存下来的完整的殿雨 很少很少见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里是德阳广汉寺 这里有一座千年古寺 古寺里面有一栋殿雨 是建于明朝时期 那栋殿雨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明朝建筑 到现在已经有573年的历史了 龙居古寺非常古朴的石饼 从寺庙的山门和围墙的颜色 以及这里的建筑风格 我们就能感受到寺庙历史久远 从这里的介绍来看 龙居寺始建于唐朝的中期 为佛教禅宗八祖马祖道一所修建 到现在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明朝重修 后又经过几次天修重建 直至清朝道光年间 当时寺庙达到了40余亩 一进入这里面就感受到古寺森森 庄严古朴 这个方向是近些年进行重修扩建 古寺里面的建筑有明朝清朝的遗风 在我们进来的左手边 这里是古楼 这座古楼看起来也挺漂亮 飞檐翘角 是一座两层的亭子 古楼的对面 也就是我们的右侧这个方向 这一座建筑是钟楼 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和古楼一模一样 山门进来的正对面的这一栋殿宇 是整座寺庙里面最珍贵的历史 最久远的一栋殿宇 这栋殿宇的名称叫钟殿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横向是三间酒坛斜山式的铜瓦屋顶 正方形的建筑 殿内里面有国宝级的笔画 笔画会于明成化二年 也就是1466年 到现在已经有554年 总共有12幅笔画 面积是86平方米 主要内容就是佛教的十二元诀 七十二僧众及其供养人 现在这里没有对外开放 说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屋顶和屋檐都是非常传统的那种 角柱 岩柱 斗拱沉重的建筑方式 上面有些部分也是经过修缮过的 但并没有影响整座殿宇的美感 钟殿内部顶梁上有两行楷书 写的就是建造这座钟殿的时间 明正通十二年 也就是1447年 573年了 除了有一些地方进行过修缮以外 整座殿宇是地地道道的明朝殿宇 穿越500多年的历史 与现代近距离的亲近 钟殿左右两边分别有耳门 拱形门上有两幅十颗的对联 两幅对联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 半支笔县人张淮寺所撰书 至今完好无缺 穿过尔门显得有一点潮湿感 如果是在阴天或者是下雨天的话 这里面可能会感到有一点阴森 不过今天天气好 恰到好处 龙居寺据说最粗的位置 并不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 而是在这旁边的另外一个地方 待会儿我带朋友们到那里去 在那里还有一处遗址 现在龙居寺里面最珍贵 最值得游览的就是中殿 和中殿里面的笔画 可惜笔画今天没有看到 从正面或者是侧面 朋友们可能对中殿的外形 有一些熟悉 因为我在去年给朋友们 介绍了一期新京的观音寺 是不是很相像呢 观音寺也是非常出名 笔画也是国宝级的笔画 当地民众认为 中殿里面的笔画是明代唐伯虎所画 但历史考证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只能确定为是明代民间的艺术家所绘 中殿的后面是龙居寺里面的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它是后来建的 但整座殿语全部是结构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气派 虽然我们走在寺庙里面 感受到古寺深深 清静蝉蝉龙 但寺中的古树却不多见 据来这里的游客介绍 龙居寺除了有非常漂亮的 木结构的建筑 还有非常丰富精湿的石刻雕役 这里处处都是充满了蝉蝉 我们看这里的这根柱子非常特别 大雄宝殿旁边过到进来过后 这后面的这一栋殿语是藏金楼 这栋殿语也显得比较新 应该是一栋近些年建的一座殿语 殿语前面的这两尊石狮子 充满了隆隆的佛教禅意 刚刚我从这里的一位居士口中了解到 这里的中殿 那座殿语在1956年 就被列为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我们知道在上世纪 那个六七十年的那个特殊年代里面 众多的重要文物都遭到了破坏 但中殿为什么能完整的保存下来呢 那是因为当时那里成为了粮仓 正是因为粮仓所以才得以保存下来 摩鱼山这个名字朋友们要记住哈 待会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同样的几个字 摩鱼山 龙居寺里面还有一些扩建的殿语 那边我们就不去看了 现在我们出来了 在龙居寺的对面 这一个大平坝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的土丘 这个土丘的位置叫摩鱼山遗址 据一些资料记载 龙居寺最初就建在摩鱼山上 唐代中期八祖禅师马道一所建 后来明朝的一场战火中被焚毁了 重建的时候就搬到了我们刚刚去的那个位置 名称也就改为了龙居古刹 距离摩鱼山也就是百来十米的距离 前面的这个位置有十条雷起来的 这上面写的是龙居园 这个位置就是摩鱼山遗址石碑了 这块石碑应该是近些年历的 为什么龙居寺最粗的位置会建在这个位置呢 有这么一个传说真实性有待考证 据说李世民早期征战的时候 曾在此饮茶 后来大唐建立之后 为了纪念李世民曾在这个位置饮茶 而建的寺庙 龙居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 曾是新都宝光寺的下院 那个时候的龙居寺有很高的声誉 没有目睹到珍贵的笔画 带着遗憾 期待下次再到这里来 这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